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最后谈谈commodity商品 石油今年一定上升 为何我说得如此实在 如此强横 石油是一种金融界被命为 Boom and Bust的商品 Boom and Bust 即是一个循环 一个又一个cycle的循环 升完牛市便跌下来 跌完熊市便升上来 是一个一个循环 两年前油价跌至30元 记忆由新是Bust的循环之一 然后慢慢从底回升 一路升至现在 这个是Boom Boom cycle 是Boom的循环 这个Boom 原本升至60至70元左右 是有点调整的感觉 但细时的事 如果这么简单便好 自从川普一上任当政以来 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金融 没有一时可以平淡 最近的行动是使油价上升的最大理由 波兰德企由前周五 一度冲破80元之后 又落下来少少 仍然停留在接近80元的79.9元之间 正在80元之下 最大理由是 因为六月份的期货合同快到期 在那里暂时卡住油价 但卡住来卡住去 仍然停留在高位 在80元左右 原来现在的时段 油的供求求过于公 根据美国EIA原油统计 在美国的Cushing Oklahoma上星期 的供应突然少了56万8千桶 不知为何记得这么清楚 但报告就是这样说 是少了的供求 而其他的产油国 大家都知道 在报纸也看到 委内瑞拉是死了一大截 相信现在还有委内瑞拉在办大选 如果选举后仍然是Maduro 再次上场的话 美国一定再向委内瑞拉 增加制裁 特朗普推出伊朗核子协议 对伊朗的产油量也有很大的影响 欧盟虽然还未完全退出 口气仍然似乎留在 但法国和德国已经在限期未到 今年11月 还有半年时间 之前退出伊朗石油投资 有可能他们暂时不喜欢特朗普的动作 但迫不得已又要跟随他 但暂时未是时候强烈地说 我不跟随你取消伊朗核子协议 但暂时在做工夫 开始退出投资 例如法国的Total这间油公司 还有很多人知道 现在的石油业非常难找人手 自从两年前油价大跌 跌至30元 很多资深的工人要是被人集体请辞职 又或是他们自动辞职 很多在这两年间 都连行都转了 觉得没得玩 令到现在油价上升 但人手就不够了 而去年加拿大都是出油的 在加拿大的Calgary和Alberta的油田 一纳就纳了两千多个员工 把整个石油员工拉得非常紧 再加上过去两年多 OPEC石油出产国中东 和俄罗斯一起石油减产 希望折高油价 现在都不用他们这样做 已经是折上来 但他们会否继续做下去 因为协议至至少明年 所以这是暂时一个文号 但金融界有一句至理名言 The trend is your friend 现在任何资深炒家也好 看市的人也好 都能看到趋势 石油价已经正式进入牛市 是boom time 今年要赚钱 当然是买油 看来九十多元的价格会到 最大问题是100元 其他商品如铁矿、铝矿、铜矿 看来亦会跟随石油上升 为何? 来年五至十年 全球有很多基建计划将会进行 中国一带一路 沿途六十几个国家 收桥整路、建造、铁路、填海、兴建港口 现在进行如火如荼 到美国 特朗普未上场前 已有大型基建计划 是十万亿美元 分为未来的十年 连墨西哥那道长 到现在还未开始 那道亦牵涉非常大的资金 人手、人力、物力 连墨西华、南部 也建造价值不非的 轻贴确设计系统 以及大建公屋 所以全世界似乎 都站在一个 未来五至十年 非常多基建的经济下 2018年今年到以后五年十年 几乎可以说是基建年 以上商品和其他铁矿、铝矿、铜矿、石油 加上建材 需求一定非常恩切 但大大增加了 抽紧银矿的状况 因为所有基建计划都非财不幸 一定要有资金放进去才能做得到 我预测商品价格一定升 最后的最后 若你们有兴趣继续听本栏最新最快最准的金融资讯 可以入YouTube和Facebook 找金融无间道 便可以免费收起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的视频 连老头社和彭博都不需要入 看见金融无间道 因为我们比他们准备 跟随市场的密博 最重要是适合全世界华人收睇 金融财经视频 还是唯一直接与观众互动 有问必答的视频 我们的观众是遍及香港、中国、台湾、澳、纽、加、英、 英国、美国、星、马、印、印尼 非常多全世界的华人观众